新人透視,齋Sir在這裏,繼續吧 新年快樂 上一節就說議員區公投,好像現在沉寂了,因為很多議題出現 齋Sir之前就說了幾個議題 九成變八成 九成變八成 你們當然知道了,因為過年所有人都休息了 但休息完,大家再回來的時候,政改諮詢就在無聲無息底下消滅了 其實是消滅 好了,然後政改諮詢消滅了 之後跟著來的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大堆社會議題,這堆社會議題表面上跟公投無關 但你從底下,80後比較懂分析問題就應該看到 就是全部是跟香港這個畸形的政治生態有關的 就是那些所謂既得利益者,與取與攜,繼續步步進逼市民社會 所有一切的front 蔡元川現在說想提出複製式重建 這樣OK,他已經是讓一步,或者不是他們說可以讓十步 希望政府讓一步 但現在的議論已經出來,就在假裝他們說他們拿特權 有特權之有 即是你說幫別人家有危牛,你幫他重建 重建後就給他一家樓 你在重建的過程,你已經可以撈油水了 怎樣可以叫做不可以一比一給別人呢 所以市建局我們一早已經覺得很差,超差 因為他本身怎樣說可以給七年樓齡的樓利 就已經賺了你七年的差價 所以根本上市建局就步步進逼人 最近在網上看,那個灣仔街市都拆了裡面 即是逃空了你,只剩下一個表面給你 市建局現在就是一樣 給一個表面的所謂保留你,裡面所有人都幫你換走 蔡元村是這樣,順領到,最近我們去吃團連飯 就是因為被人迫遷,為何迫遷呢 講清楚一點,很簡單 市建局以前一般來說,我要買你這棟東西 那就馬上幫你登記 誰知他現在就不是,玩東西 通知你我又買你這棟東西 但就不幫你登記,於是住客不用上樓 你就為了省那幾個住客不讓他上公屋 你就做賤,那幾十年的業主 本來對住客算是OK的 現在就突然逼遷,要人家走 人家逼遷走了之後,就登記不到 人家上不了樓 幾十年的業主住客關係變成無良關係 就是因為市建局做了這些狗事 但是社會言論是沒有討論的 社會言論是沒有討論的 然後跟著現在的九不踏八的壓迫 即是九成收購的上限變成八成 現在葉劉淑儀在電視上也說了 他說我不投你票,我也不是覺得良心不安 因為Connor到政府自己的官都認 這個不是用來幫助你加快危流重建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用來益地產商 你自己認同益地產商,竟然社會是沒有反響的 沒有東西可以吹動的 所以說其實過去這十年回歸之後 這十年的議會是廢的 是嗎 所以正正你在第一節裏面說 為什麼你問一個問題呢 深層問題就是 那些人喜歡民主呢 都問得低 我覺得是喜歡的 但問題已經在這十年十二年的回歸裏面 被人弄得蠢了 即是溫水煮蛙 那種思想的洗腦 各種工具令他麻醉 這刻我都要幫香港市民說一句話 我就要訊息到一件事 也不是只是蠢 可能是聰明了 或者聰明了 也只是累了 即是說 香港九七之後這十年 太多大氣大浪 十二年 首先九七金融風暴禮 接著是廣建華的惡劣施政 接著是居港權 接著就開始是沙士 香港好像末日世紀 然後阿爺突然給了自由行李 接著彈上去 接著大陸人來炒樓 有班記得你很開心 你在這種過程中有班人聰明了 有班人就說 很累了 你不要講那麼多事了 算了 我也明白他 但你真的要理性一點 來問 如果你不去支持 前面的前景是怎樣 你的下一代 下一代 再下一代 全部都是交普選 不是真普選 是交普選 功能組別式的 是假的普選 民主黨現在就幫你談 有得談這些事情 我今年是虎連 我就將他的大聯盟改名 應該叫做 虎連終極與虎謀皮大聯盟 中極與虎謀皮大聯盟 他不是叫做 終極普選大聯盟 叫做 虎連終極與虎謀皮大聯盟 你就謀到夠了 你謀極都是這樣的款 你謀極都是 阿爺就說 你相信我 總之你相信我 你現在要做什麼 總之say yes 那我就可以了 到時有一天 你睜大雙眼 20172020 你就會到達天堂 不過這個是有中國特色的天堂 你說你的香港人 信不信得過 你稍為有腦 你信不信得過 現在問你有沒有腦 或者問你底下有沒有良心 你是不是其實 因為為了現在自己面前的既得利益 你不敢投一張票去告訴阿爺 我不喜歡你 我不妥理你這些假的真普選 我覺得現在民主黨提的方案 其實都是多餘的 我其實在整個過程很少 當然是多餘 我們作為普通民眾看 很難頂 現在你的表面也是在說 如果他有人承諾2017、2020有 其實2020有 有什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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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真普選 他有沒有回答你一句 我是不是以國際慣例的真普選 他沒有 他沒有回答你 然後有人哭哭哭 說要做一些中國特色的真普選出來 我現在就是揭露民主黨的 那你民主黨怎麼跟他說 就是說他做一些方案出來 其實都是給應酬大家 那當然是應酬大家 不只應酬大家 不只應酬大家 認酬你市民 但是動真格 什麼應酬市民 應酬政府 不是政府 我那個要改名 不要叫做應酬政府 他是應酬市民 要動真格去取悅政府 以及取悅阿爺 所以現在做了民建聯第二梯隊 這是很嚴重的 你看到他們出來 站出來說話 是嚇得死你的 他加上表情 你要留心表情 就是大家看我 我現在的表情很認真 你也要看回 如果你剪輯那個片 楊森和那些人在那裡 他那種表情的認真 馮檢基那種的欲緊 那種90度鞠躬 都要臨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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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90度鞠躬 你想想這些事情 如果網民有心就剪輯出來 大家詳細看 用慢鏡看 你才能看得到那種恐怖 這種說話 取悅的姿態 就已經是 所謂我們傳統中國文化說 爐顏皮色的姿態 我們可以有個身體政治學 你爐顏皮色的時候 連你的身體都表達了 很拿命 其實是挺拿命的 我也很難聽 整個感覺是非常之不好受 你現在不是在維持否決權 你已經在否決權那裡退卻了 現在正在找一個贊成的下台街 或者一個合理的理由給自己 所以你想想 而且在這段時間 你當你自己是民主黨 我真是很為市民 我真是為你著想和爺 批击他也好 那些民生議題呢 沒有一個民生議題 你現在是可以動的 咦 前陣子的黃成哲 出來 那件事搞大事 你不是自己去這樣 這樣去討論就算 那件事直接要開立法會 獨立委員會調查 政府為何會否失職 過程中間 而不是做秀 人家爺爺為何會突然封關 你不知 你不知 你們自己好兩柄 政府直接要解釋 保安事務局要出來解釋 李志剛出來解釋 為何你可以不知 不知 通關可以封關 那裡是牽涉香港人基本 香港市政策的大事 24小時通關可以給你一夜之間取消 我們以後還不用玩 那整條高鐵怎樣 高鐵去到那裡突然24小時通關 不好意思 你不要過去了 你不要過去了 是嗎 但那些人可以24小時通關 不是啊 24小時通不了關就通不了關 你明白嗎 那是直接影響 政治通關要走上去 不是啊 政治通關要封殺你 可以告訴你 可以隨時下閘 小至一個深圳河邊的關 大至你所有的什麼普選 我隨時下閘 我隨時下閘 我隨時重解 我隨時釋法 共產黨鬥爭了那麼多年的民主黨 或者 有鬥爭過嗎 你先聽我講 當然有下文 講了那麼久 原來到最後 他本來不相信共產黨 斬眼就銷售 誰知道現在 醒目仔 忽然間又相信共產黨 你給我的感覺很拿命 就是在12月13日 到現在 即是兩個月 馬上銷售 快到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